昨天上午 我正在家里包饺子 忽然 能领想得起来 我打开门一看 朋友兰玉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她左手提着一箱火腿肠 右手提着一袋子橘子 小美嫂子 你正在家里忙啊 看着你的手上都是面粉 一定是在家里包饺子 兰玉看了一眼我的手 随口说道 赶紧进来 我正在家里包饺子 一会儿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饺子 我急忙让兰玉进门 谁知道兰玉还没有进门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兰玉 你等等 听到这些声音之后 我和兰玉急忙扭头 发现兰玉的丈夫小徐 正骑着电动车向我们这边赶来 兰玉看到小徐之后 他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 因为他看到 在小徐的电动车前面 坐着女儿怡飞 怡飞正在哭泣 他看到兰玉之后 就伸得小手 不停地说着 妈妈 抱抱 我来小梅嫂子家里 就是不想带孩子 你怎么又把孩子给我送来了 兰玉生气地对小徐说道 我也是没有办法 主要是你刚刚走 丙居王大爷就来找我了 他说他的孙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想让我带着去医院 因为他的儿子和媳妇都没有在家 停时王大爷这咱们很好的 这你也知道 我也不想拒绝他 我更不想让怡飞跟着我去医院 就急忙追着你 把孩子给你送来了 你的电话也打通 小徐挠了挠头 都好意思地对兰玉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的电话一直在包里面 刚才骑的电动车 根本就听不到 你把孩子留下来 赶紧带着邻居去医院 兰玉急忙地孩子抱了起来 小徐随后急匆匆地走了 而我也急忙让兰玉和孩子 进屋子里面 我和兰玉原来不认识 只是兰玉的老公小徐 是我老公的朋友 小徐在街上开了一个电动车修理铺 那些年电动车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街上也没有修理电动车的铺子 小徐的生意还不错 每天也能挣一些钱 那些年 小徐还没有结婚 他花钱很大方 只要来我家里了 他每次都不让我们做饭 因为他每次都会提前买来各种好吃的 这些好吃的大部分都是熟食 因为老公和小徐的关系很好 小徐到我的家里之后 他从来也不拘束 就会去厨房里面拿来盘子 拿自己买的各种好吃的 装到盘子里面 摆上满满一桌子 健哥 嫂子 我现在应该多请你们吃饭 因为我是单身艺人 根本就没有负担 我自己的钱随便花 我不像你们 现在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 你们的负担大 我知道你们平时守不得买各种好吃的 我和健哥是朋友 好朋友就应该有难同当 以后只要你们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随叫随到 小徐经常说这样的话 我们都知道小徐是一个实在人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更是这么做的 因为前几年 我们在县城买房子的时候 手里还差五万元 小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急忙送来了三万元 那三万元已经是小徐全部的积蓄了 因为那年他刚刚和兰玉结婚 自从结了婚之后 他的手里只剩下三万元 健哥 咱们俩的人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是 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我早已经把你当做哥哥了 主要是这段时间 我的手头有点紧 要不然 我都给你拿出来一些钱 这些钱我也不急用 什么时候给钱都行 小徐笑咪咪地对我们说道 后来我们手里有钱之后 就先把小徐的钱还了 自从小徐结了婚之后 电动车修理铺的生意 也越来越不好 因为这些年 在我们镇子上面 沿着开了五家电动车修理铺 小徐的店铺里面 有时候一天也进不了一个人 他只好把修理铺的门关了 和朋友们一起去外地打工 老公想着找一下熟人 让小徐来我们上班的厂里上班 但是小徐告诉我们 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厂里上班的工资太低了 他想尽快出去挣点钱 所以说连累这几年 小徐一直都是在外地打工 而小徐的妻子兰玉 在三年前也生下了女儿一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蜡叶二时 那天上午 我去镇子上买年货 看到卖对联的摊位上面 眼花缭乱 就想呢去买些对联回家 那天 我随便找了一家 卖对联的摊位 正在挑审对联的时候 忽然 有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扭脸一看 就是朋友兰玉 她抱着女儿站在我的身后 嫂子 咱们两个人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过面了 我这两天 就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想不到刚好看到你在买对联 嫂子 你肯定不知道 我和小徐今年也开始卖对联了 以后只要我们卖对联 你们加了对联 我们全包了 我看到你准备买对联 就急忙跑着过来叫你 嫂子 去咱们的摊位上面 随便挑对联 你只要看中哪副对联了 直接拿走就行 兰玉急忙拉着我的胳膊 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听到兰玉这么一说 我也是很吃惊 兰玉和小徐 今年竟然开始卖对联了 他们两个人 从来也没有卖过对联啊 那天 我到了兰玉摆的对联摊位上 发现他进的各种对联都有 不但品种齐全 而且价钱也便宜 兰玉 你们是不是听说卖对联很挣钱 所以 今年也开始卖对联了 你们摆汤了多少天 生意怎么样 我好奇地问道 唉 嫂子 我们也是听说卖对联很挣钱 今年就去尽了一些对联 想到一言难尽啊 小徐低着头 他紧皱着眉头说道 嫂子 主要是今年的钱太难挣了 小徐一直在外地打工 春节前三个月的时候 他的手里已经存了两万元 我们想着 今年高高兴兴地过一个年 但是 前些天 我的女儿一飞生病 我们两个人都一直在医院里面 照顾着孩子 除了各种吃喝的费用 再加上住院费 后来 我们的手里 只剩下四千人钱了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 我们两个人想着做点小生意 春节的时候 可以多挣一些钱 因为这四千元过了春节之后 估计也剩不了多少钱 蓝玉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无奈地低下了头 嫂子 蓝玉本来想着 让我们进货两千人的对联 春节多少赚一些钱 但是 我不听蓝玉的劝说 想着多进货一些对联 就把手里的四千元钱 都买成了对联 想不到我初时开始摆摊 一直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卖多少钱 有时候每天只卖两幅对联 现在我们连本带里 只卖了一百多元 这些天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因为今年卖对联的人很多 许多买对联的 都是上年龄的人 他们只想去熟人那里买对联 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卖对联 所以 没有熟人来买对联 许多年轻人 都是在网上买对联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今年卖 对联可能要赔钱 就算是我卖的便宜 也没有一个人来摊妹上面本 我的本钱 估计都卖不回来 小徐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愁容满面了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蓝玉的女儿 一个月前生病的时候 我也曾经去看过她 并且还问过他们 需不需要钱 但是蓝玉说 她的手里有钱 估计蓝玉的手里 当时只剩下四千元钱了 但是 想不到他们夫妻二人 竟然把手里的钱 都进货场的对联 这该怎么办 那天 蓝玉把我挑的对联装了起来 她说什么也不要钱 我的心里也过意不去 只好去对面 给她的女儿买了一些零食 回到家里之后 我一直想着 怎么帮助蓝玉 但是 我一直也想不到好的办法 因为谁家也不可能 买那么多的对联 这该怎么办呢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 丈夫下班了 她高兴地告诉我 经理这些天正在采购年货 估计今年我们厂里 还要发不少的年货 因为丈夫是厂里的司机 每年发年货的时候 她都会提前知道 我灵机一动 如果我们厂里 今年给每一位工人 都发对联 那该多好啊 我们厂里 有一百多个工人 这样就能解决 蓝玉的人为之急了 于是 第二天 我和老公上班的时候 就和厂长提了这件事情 我说了老公和小徐的关系 又告诉了小徐 现在的处境 并且我还说 小徐卖的对联的价钱 很便宜 我之所以敢和厂长说这些话 主要还是老公在厂里上班的时间长了 厂长也很信任他 有时候厂长家里有什么出力活了 老公都会去帮忙做 从来没有要过钱 厂长听了这些话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件事情 他准备今年给每一位员工发了年货后 再配上一套对联 并且他还会多给员工发几个福字 厂长告诉我们 他还有一个表弟也是开厂的 表弟厂里的工人 比他的厂里还要多 他可以让表弟的厂里也发一些对联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想不到我随意地都说了几句话 竟然帮了兰玉的忙 所以说 经过我和老公的努力 再加上 后来兰玉又卖了一些对联 她的对联也剩不多了 嫂子 今年都亏了你们的帮忙 我们总算是把本钱卖回来了 经过今年的叫声之后 我们明年再也不卖对联了 以后要一心一意地上班 兰玉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没事的 咱们都是朋友 你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能帮就帮 听到兰玉把本钱卖回来了 我的心里也很高兴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想不到兰玉竟然又拿着礼物来到了我家 因为往年的时候 我们都嫌麻烦 我和兰玉都提前约定过 春节的时候 谁也不去 谁家走亲戚 并且孩子们之间也不发红包 昨天 兰玉刚当进门 她就给我的两个孩子 都发了一百元红包 我看到这些之后 就拿了二百元钱 装到了红包里面 给兰玉的女儿 但是 兰玉说什么也不让她的女儿接红包 她不停地对我说道 嫂子 我今天就是想得来感谢你们的 才给每一个孩子 都发了一百元红包 今年要不是你们 估计我的对联就会剩下很多 我根本就没有想让你 给我的女儿发红包 所以 我不打算带她来你家 让小徐在家里带着孩子 想不到她又把孩子给我送来了 兰玉一边推托着 一边不要那个红包 然而 我觉得我和兰玉是朋友 对于这点小忙 我能帮就帮了 想不到兰玉还想得来感谢我 而我也不想占兰玉的便宜 只想得把那个红包重新给她 所以说 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 兰玉只好收下了那个红包 后来 我和婆婆在厨房里面包了饺子 又炒了几个菜 和兰玉坐在一起 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吃过饭之后 我又把女儿的各种零食 给兰玉的女儿装了一大包 然而 兰玉走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嫂子 我已经到家了 我一直觉得欠对您的人情 心里也过意不去 我走的时候 你还得一费装了那么多的零食 在我拿的那袋子橘子里面 我放了三百元钱 你一定要收下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急忙把那袋子橘子翻开 里面果然放了三百元钱 看到这三百元钱之后 我也是感慨万千 明天 我一定会去兰玉的家里 把这三百元钱 重新给她送去 因为她们这段时间的生活很难 我一定要帮她们 因为她们曾经帮助过我 他们就会去兰玉的旗子 我展示你